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晚间到台中市大理区举行国政说明会 不同以往态度严肃的念讲稿 蔡英文特别轻松 自己制造笑点 逗乐全场支持者 蔡英文到台中市大理区光正国中为自己拉票 也为民进党提名立委参选人 现任的立委简兆洞站台 蔡英文这一晚特别不一样 他全程没有用讲稿 而且自己还频频制造笑点 除了跟简兆洞开玩笑 他演讲的一半时间都用来称赞苏家全 蔡英文以轻松快乐的基调串全场 最后大喊民进党团结 在场的支持者爆满到没有椅子可坐 热烈鼓掌助气势 民事新闻徐民康曾经山台中报道 平民康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享受